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来到经历耶稣62天路加福音灵修 今天是第47天的中部 我们今天来看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18章第15到第17节 路加福音第18章第15到第17节这样说到 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 要他摸他们 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 耶稣却叫他们来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要承受神国的落不向小孩子 断不能进去 今天的经文就读到这里 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 其实在马太福音19章13到15节 和马可福音第10章13到16节 有同样的记载 就是有人把自己的孩子带来耶稣的面前 要耶稣摸他们 身为父母的都望子成龙 希望孩子能够在长大的时候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对犹太人来说 他们更是盼望孩子能够与神国有份 因此在他们的传统中 父母亲都会趁孩子满周岁的时候 就是会到会堂里面去找拉比 或者是长老 让他们摸孩子 当然这里的摸不只是用手摸这样而已 而是要祝福 因为百姓相信这些在会堂当中 当长老和拉比的宗教人士 因为他们处理宗教事务 并且也是众人的属灵领袖 所以百姓认为这一些的领袖 他们是比众人更接近上帝 因此他们的祷告是大有能力 而且是很快的会得到上帝回应的人 所以孩子的父亲会按照传统的方式 把手放在孩子的身上 然后也请长老或者拉比 给他们的孩子按手 在孩子的身上 然后让拉比来为这个孩子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而祷告的内容大概是这样 主啊,愿这孩子长大在律法上出名 在婚姻方面忠诚 在美好的事情上丰富 由此可见这不单单是父母对孩子的期盼 而且这样的祝福也是当时以色列人盼望 入神国的一个途径 15节说到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 要他摸他们 我们也知道耶稣算是在当时的一个旅行拉比 他的名声也相当的响亮 因此父母们可能看到耶稣还在当地 就希望耶稣在这时候给他的孩子祝福祷告 但是经文让我们看见 门徒却因为这件事情而非常的不满 他们还责备这些的父母 我们不晓得到底什么事情导致门徒会责备他们 不过按照经文的进度 我们可以相信 这些父母可能就是打断了当时耶稣正在教导门徒 因此门徒责备这些的父母 但是主耶稣并没有把他们赶走 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10章14节的话 耶稣看见反而恼怒 他对门徒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所以耶稣是真诚的接待这些的父母还有孩子们 耶稣对门徒说 让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神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要承受神国的 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从字面的理解 我们好像看到耶稣说 只有小孩子才能承受神的国 所以就有很多人就会这样说到 我们要像小孩子般纯洁 单纯谦卑才能进到神的国度里 可是我们今天若是把这一段的经文 从17章20节一直看到18章34节 来做一个完整的研读的话 耶稣所说的神国的教导 恐怕要从17章20节开始 17章20节一开始就让我们看见 有一个法利塞人来问耶稣 关于神国降临的事情 耶稣就纠正这个法利塞人 对于神国的看法 然后耶稣也教导门徒 关于神国降临的情景 耶稣说到 这个神国降临的时候 就好像挪亚和罗德的时代一样 那个时候世界败坏 所以接下来耶稣用了两个比喻 来教导门徒 关于为神国祷告的迫切和态度 上文我们看见耶稣的比喻 就是法利塞人与税吏在殿中的比喻 这个比喻耶稣说明 法利塞人因为自以为义 以为自己可以靠着行为 宗教和自我的修炼进入神国 但真正看起来 神更是悦纳那个被众人藐视 甚至轻看的税吏 因为税吏理解到 他不能够靠自己的义行来诚意 因此神反看他为义 今天耶稣对于神国的教导 更是借着婴孩 把他推高到更高的一个层次 犹太人对进入神国 有一套非常刻板的看法 那就是若不是借着 个人的道德上的修炼 或者在宗教上的敬钱 或者在属灵上的高超呢 一个人是无法赚取神国的入场卷的 所以法利塞人他们的生活举止 他们的一切都是借着守法 修道 还有严谨的生活 他们可以说是自己是最接近神国的人 也就因为是这样的情况 他们就感觉自我良好 甚至呢 这种属灵的高超 他们反成了耶稣在17章9节 你说到的那个仗着自己是义人 藐视别人的人 他们以为就可以靠着这一切的行为 来赚取永生 因此耶稣除了借着那个垂胸的税吏来说明 进入神国乃是上帝的恩赐 并不是人可以靠着努力赚取而得到的 借着耶稣更是使用了婴孩来向门徒说明 这个永生的恩赐乃是上帝所赐下 不是靠人为所赚取的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要承受神国的 若不像小孩子 断不能进去 税吏就是因为看见自己的卑微 自卑垂凶毁罪在上帝的面前 祈求神赐予他一点的怜悯 那么婴孩和税吏是否有相同之处呢 所谓相同之处 大概就是婴孩和税吏 都不能靠着自己来赚取永生 因为他们根本不能这样做 婴孩能够在道德上有什么造就呢 婴孩能够在宗教上是否能够表示他的金钱呢 难道婴孩可以在守律法上有功劳吗 或者婴孩在真理上可以有更深的尾声吗 或者婴孩可以做更持久的祷告 我们都知道婴孩完全不知道任何东西 而且他也不相信任何东西 他更是没有任何的成就 耶稣说承受上帝国的就是如此 人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这边耶稣要告诉我们的 从整个承受上帝国度的理念上 我们要知道人是根本不能够靠着自己而进去 就好像婴孩像是无能为力 弟兄姐妹 若非上帝赐以我们的怜悯 我们根本是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国度里 所以耶稣借着婴孩来向我们说明 若非我们不能够像婴孩这样理解到 我们是不能靠着自己来进入天国的话 我们很可能就会落到像法利塞人那样 以为有德行 有宗教 有律法 就可以进到神国里 这段经文要我们明白 我们不只是要像孩子般的纯洁 单纯 我们更是要理解到 进天国根本不能够靠我们自己 感谢上帝 耶稣来就是要为我们打开这个进天国的道路 因此我们看到明天要讨论的经文 就是这个永生的经文了 而在这段经文的后面 耶稣再一次的强调自己的受苦 因为耶稣知道 倘若他不走这条受苦的道路 人根本没有办法承受神的过 盼望我们能够理解耶稣的教导 以致我们知道 我们不能靠着自己进天国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慈悲爱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你为我们预备永生 主啊 请你把我们的骄傲挪去 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行为得救 乃是要靠我主耶稣基督所赐以的救恩 主啊 他为我们受苦 受害 葬埋 复活 主啊 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 要领受这美好的盼望 求主帮助我们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 谢谢你们的收听 欢迎你们把这个音频 分享给你们的朋友同学 或者教会的弟兄姐妹收听 盼望大家可以一起的在路加福音上 来经历耶稣 谢谢大家 上帝祝福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